我觉得再谦虚一点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吗 老师们好 我是喜剧演员何欢 然后这位是我 金牌喜剧班的搭档 大家好 我们是金牌喜剧班的学员 我是蒋诗蒙 我跟何欢属于流水搭档 不对 我记得之前我们采访 那种视频为证 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我是不是你的最佳排档 最佳排档 对啊 咱俩不是最佳排档吗 你每次不都说怎么 还流水排档 不是 最佳排档是属于客气化 但今天来的都是 我们班的学员 都不是外人 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了 我跟何欢的一种关系呢 就属于有事连线 没事一个电话都没有 就是非常虚假的搭档的 这种情谊 看出来了 节目是录完了 对 我觉得方哥 你应该能理解这种感觉 就好比你跟小泥的关系 你提我们俩干嘛 你说你们俩 好吧 那个师盟上了好几次春晚了吧 大概上三次 三次上了三次 对对 有必要提前就聊春晚的事吗 咋的了 没事没事 有时候提有些字我比较敏感 之前参加过春晚呢 对对 他特别厉害 参加过三次 何欢也上过一次 对 何欢以前跟我说 说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呢 主要是怕我正在想包袱呢 一联系那个思绪就断了 所以一年到头没有一个电话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也不给我打电话 这个我发现啊 一个情况 这个节目一录完之后呢 这个搭档之间的关系啊 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反正就录金拍喜剧班的时候 一问这搭档合作 反正每次采访 就对方就是好 我觉得师盟有一点 我觉得我特别 应该向他学习 很勤快 排练的时候 真的是在地上 来回翻来回滚 来回翻来回滚 真的是 我很踏实 我觉得就没有他 我也走不到最后 所以我在这 我非常感谢我的 最佳拍档 谢谢大家